主席 請問部長,現在有720萬的可以貸款的族群,你認為哪些族群可以去貸? 我們建議的是月收入比較高一點,比如說5、6萬以上的他們可以生代這種20年期的 那如果說月收入在4萬左右的,那麼也許他可以考量生代30年期的 所以你們這邊規定一個80百分位以下的,對不對? 那這些呢,大概他的收入是在247萬左右 247萬一個月多少?20萬了,對不對? 那現在像這些貸款,除非說你這些家庭有錢的子弟,或者是科技新貴 這些年薪水比較高可以付得起之外呢,你這些貸款 我覺得你是在做一個所得逆分配的貸款 委員講的應該是青年安心成家的那個方案 因為整個住在那邊是50分位點以下 那青年安心成家製作有這一個小高我剛剛已經說明 另外一個政策目標就是幫助年輕人盡早能夠成家生殖 難道買了房子就成家就可以趕快,買了房子就可以很快的生殖嗎? 許多人是有這樣的說法 你們的條件真的是有一點在做逆分配 而且是亂成一團 你這些高所得的 還有這些收入 現在大部分收入是2萬塊,青年 那你要他一個月也付到2萬多塊的貸款 等於都不用吃不用喝不用穿 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這個規劃很有問題 你們不怕說會產生 等他的薪水比較調高之後再考慮購物 這是我想一般人也都會這樣做 可是你覺得現在目前薪水有可能再調高嗎? 已經回到13年以前的這個薪水了 像委員報我剛才講是說 當一個人工作幾年之後他的薪水會調高 那個時候他就可以認真的考慮要不要貸款來購物 不要想的太太完美了 然後常常這個整個社會的經濟社會的變化 不是你想的那麼完整 那我是覺得說這些高所得的人才做得起的事情 你們現在只是說鼓勵年輕人 那麼如果說你看你上次那種前幾年的那種卡債 也是銀行造出來的這個問題 你不釋出這個方案就沒有這個問題 難道你現在釋出這個方案 你不怕有刺激房貸的這個風暴嗎? 將來一定會變成這樣 這件事情現在跨部會的主事者是我們副院長 副院長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現在無擔保消費金融有相當嚴格的那個受信程序 你經管會規定說如果消費者貸款金額超過他月薪 月薪所得的22倍得不得以同意貸款 這個是受信程序的這個規定 然後呢你現在都是用房地產押保抵押的貸款 銀行可以不用這麼嚴格 當然是用這個抵押嘛 防止抵押嘛對不對 所以這兩種齁 你將來會不會產生說繳不起貸款的問題 一定會嘛 所以刺激貸款你們 這種風暴你們難道沒有想到說將來會變成這樣子嗎? 向委員報告原則上我只能夠政策上回答就是說有考慮過 那麼至於細節如果說委員要進入那個細節 是不是請金管會的同仁來跟您講 等一下金管會我等一下會問啦 你們常常要逼這個人民用兩難的局面來貸款而度 委員我們沒有逼人民尤其沒有逼聯姓來要取貸這個貸款 就表示你們這些貸款是給有錢人 如果沒有發生這個次貸風暴 如果補貼到窮人的話又發生一次這個次貸風暴啦 是這樣子啦 所以你們常常釋出來的這個政策都是兩面的手法 委員剛好說是從負面的角度來看 如果顛倒過來的話就是既幫助到低收入戶者 然後又能夠避免到次貸風暴 低收入戶我等一下再跟你談啦 扣稅的表示打房不成對不對 縮辭稅啦現在的縮辭稅 那如果沒有課到稅的可能產生房價不跌 而且交易萎縮也沒有說預期的這個稅率 你們說要可以收到幾十億的 一百五十億的稅那根本收不到啦 那像這種四種請問部長齁四種利息補貼方案 這個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還有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還有應應整氣的振興經濟方案 那財政部還來一個又同樣一個青年安心成家方案齁 你現在是一百年的四月底了嗎齁 嗯 你這個質詢力各多少 質詢力有多少 報委員 截至到四月底為止 我們兩千億的部分已經存在了四百七十一億 不是啊 我現在請問部長就是說 這四個方案啦 這執行力有多少 你剛剛講其中一個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個 但另外兩個內政部所主管的 現在那個振興經濟方案這個好像結束了嘛齁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方案齁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方案齁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方案 跟青年安心方案 成家安心方案 你們齁這個名詞都講得這麼好聽這麼長齁 其實是在 這個質詢力都在九成以上啊 質詢力很高 因為都都申請人蠻踴躍的 好 那麼一般戶齁齁 是補貼兩年嘛對不對 那很多補貼的客戶是不是投資客 他必須符合一定收入以下的標準 兩年而不是二十年齁齁 你這個是兩年齁 先年安心成家方案齁 補貼兩年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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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為什麼?是不是都是投資扣在帶? 不是,委員講選兩年是指購物還是租物 我不太知道您的 補貼兩年啊 那個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啊 人家都選這個啊 對不對?一戶只補貼兩年啊 這個方案啊,現在人家都是比較 委員講的是,如果是購物的話 像委員報告,第三年之後的 只有所得分位點50%以下 才能夠繼續得到低利的補貼 所得分位50%以上的就沒有任何補貼了 可是上個星期 那個房仲業信義房屋的總經理蔡其榮先生 他曾經接受訪問嘛 他說有三種優惠啦 至少呢,至於內政部的青年 安心成家方案前兩年免息 第三年期是0.64%這個部分嘛 還有1.21% 可以民眾申請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的補貼 這什麼道理?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的 他建立的啊 整個利率的優惠比整個住宅要 如果算一算是比較好 是比較好嘛對不對? 所以這些在帶的人 大部分都是投機業者啦 我現在講的是這個部分啦 40歲以下的投機業者 而且 無自有房屋的投機業者 我知道委員這個推理 恐怕沒有辦法成立 而且他是 剛結婚兩年 他為了要做這個投機 你們市場上齁 市場上這樣的傳聞齁 大家都當然去申請青年那個 這個規則是怎麼定 安心成家 所以說你們真的是在進行所得利分配 我剛剛已經講了 實在搞不清楚你們的補貼方式 邏輯是在哪裡 從兩年前開始做這個政策 在年輕族群裡面所引起的反應都是很正面的 否則我們也不會繼續要大力的推動 這些都是有經過檢討的 你們都是獻這些年輕人以不義啦 會有次貸防貸的這個風暴齁 你們真的要未雨綢繆啦 像那個卡農一樣的 政府不要這樣獻這些人民以不義啦 好財政部 財政部站那麼久了 財政部來 不會 是是陳委員有什麼指教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從去年12月到今年4月底 公股銀行有1萬多付嘛 是不是 預計貸出528億是不是 沒有 原來我們是有上限是2000億 2000億 對 然後到這個今年4月底為止 已經放貸出去的總共有471億 471億 是的 那等於是說 預計2000億才執行四分之一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們是不是怕說 這個執行力太低 怕這些委員來監督 所以你們把這個 這個 貸款的那個 無上限的提高 所以沒有辦法去 去 去拿出說 來檢討自己的這個 這個 我想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要不然你們為什麼 無上限提高 我們想應該是說 政府是議題的 那有關於 為了配合政府 政策的推動 那我們如果說 有一個上限的話 基本上會覺得 你現在是沒有上限了 怎麼有上限 對啊 我說沒有上限嘛 我們放寬上限 也就是說 只要有需求的話 對啊 只要有需求 他的那個收入是百分之八十的 以上的 的這些人 一個月收入 一年收入247萬的人 都可以帶嘛 對不對 你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想那個是內政部的 所以 財政部的部分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財政部的部分 就是在融資這部分呢 財政部基於我們是公股銀行 我們可以協助政府政策 住宅政策的推動的部分呢 所以我們協調公股銀行 它能夠提出一些優惠性的貸款 那這個呢 原來上限是兩千億 所以你們銀行的資金太多了嘛 是不是 那倒也不是 所以怕執行力太低 所以你們就無限上綱 不是我想是說 這個政策 應該是大家共同來推動 所以財政部基於公股銀行的立場 部長 部長 你們補貼 搞到那個 主席再給我一點時間 補貼像現在 搞到現在 大家都沒什麼 我不曉得這些住宅 到底 年輕人 是何去何從 而且我們這些 這些人真的是搞不懂 那像那個我想金建會 現在住宅 現在住宅 你們現在 現在你們預計說一定可以達到 這個租屋的那個 一定的這個價格 那像那個金站 它也是土地也是BOT嘛 是不是已經不賣土地賣地商務 現在已經高到一坪五十多萬 那跟旁邊的一坪六十萬有什麼差別呢 對不對 OK委員報告 你們現在住宅這個方案 七十年 這邊才是四十年喔 那七十年你現在 好啦請問那個 內政部跟 委員 你的時間已經到了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很重要的在後面 那個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 還有十幾個委員要問 好啦我現在是說 你們這種方案 現在住宅這個方案 現在 有可能把 房屋降下來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我們不是為了把房屋降下來 是讓這些有青年人 或者是 中低收入的這些人 有機會 得到其他的選擇 來取得長期的使用權 好好 最後一個 你們這個不可能辭施了 跟次駕是差不多一樣啦 那個 內政部 現在社會救助法通過之後 有 你們現在修正十六條之一 第二項 規定邀請社會司 訂定這個低收入住宅補推方案 那麼在 現在是已經程序完成公告了 可是在第五條 關於 曾租住宅 今天第二款 現有合法的住宅事實 跟該租屋住宅不得違法出資者 就是說 這些 台北市本來有低收入戶 大部分都租在那個 那個 家蓋的地方 他是不合法的 可是你們現在內政部社會 社會 在救助法裡頭 去把它訂定說 一定要有合法的 那你叫這些 這些 這些這個低收入住 怎麼怎麼拿出來這個證明 而且台北市呢 之前是有一百五 一百五十的 一千五百的補助 那當然呢 如果他拿得出來 就要拿 就要去貸三千六百塊的 對不對 可是呢 他現在拿不到 你們要注意這個問題 要去改 要去修那個第五 草案第五條的這個 房屋成租的這個 租借資金的問題 好不好 那個內政部 要去注意這個部分 來洽詢這個資料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部分很重要 現在可能你 你實施之後會造成很多人 得不到補助 好 謝謝